OK,我们要记得我们在罗马书的地方就是还没到真实的福音,我们还在看到那个人的罪,这个就是做那个背景帮助我们可以了解福音的重要,我们需要清楚了解我为什么需要福音,我才可以清楚看到它的这个意义在哪里。 事实上我们看到世人都犯了罪,这是罗马书第三章第二十三节,就是总结这个罗马书的部分所说的一句话。 所以在这个第一到第三章我们看保罗都是提到很多关于人罪的事情。 在罗马书一章我们看到就是外邦人的罪,就是提到一般人在神的这个天然的神学的启示之下,他们还是离开神,违背他的诫命,而按照他们有的一个知识,关于神的知识,他们也是转离神,不离神而得罪神。 结果都落在这个定罪的一个状况。 可是从第二章我们就已经开始看到,不只是这些外邦人有罪的问题,这也是犹太人,一样也是在罪的状况中也是被定罪。 所以我们上个礼拜看到就是这些论断人的,就是他们以自己比别人好,就是能够评判他们的罪,定他们为罪人。 就有这种的一个人,神也是定出他的罪来,就是证明出来,这个人虽然他可以看到别人的罪,就是同时也定自己有罪的。 我们今天要看到就是跟犹太人,保罗是继续证明犹太人也是有罪的,可是他特别强调一个部分,就是他要强调什么是一个真实的犹太人,什么是一个真实的犹太人。 所以我们就一起看罗马书第二章第十七节,要读到第二十九节,请你们听我来念。 你称为犹太人,又依靠律法,阻止着神花口,即从律法中受了教训,周小的神的旨意,也能分别是非,又深信自己是给瞎子领路的,是黑暗中人的光,是纯笨人的师父, 是小孩子的先生,在律法上有知识和真理的模范,你即使找到别人,还不找到自己吗? 你讲说人不可投窃,自己还投窃吗?你说人不可奸宁,自己还奸宁吗? 你丫务偶像,自己还投窃妙中之物吗? 你指着律法夸口,自己倒犯了律法,占入神吗? 神的名在外邦人中,因你们受了亵渎,正如经上所记得。 你若是信律法的,隔离,果然与你有益,若是犯律法的,你的隔离就算不得隔离。 所以,那未受隔离的,若遵守律法的条例,他虽然未受隔离,岂不算是有隔离吗? 而且,那本来未受隔离的,若能全守律法,岂不是要审判你这有一文和隔离,净犯律法的人吗? 因为外面做犹太人的,不是真犹太人,外面肉身的隔离,也不是真隔离,唯有里面做的,才是真犹太人。 真隔离也是心里的,在乎灵,不在乎一文。 这人的称赞,不是从人来的,乃是从神来的。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 我们的天父,我们今天看你的话语来到你面前聚合,求你借着圣灵可以光照我们, 帮助我们能够在了解什么是一个真实的犹太人,同时也可以了解什么是一个真实的基督徒。 我们也可以很确实的,在你面前称为一是因为相信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做的工作。 我求你帮我们可以很清清楚楚的了解我们真实的状况在你面前,就是在基督之外,是无指望的,是被定罪的,而是被你分开除外的。 所以我们求你,借着你的话语,给我们看自己的真样,就信我们可以来到十字架,而因你的恩典,白白的被你称为义,靠着主耶稣基督而相信他得到你的这个恩典。 我们求你是奉靠主耶稣的名求。 阿们。 事实上,我们不能在全生命,基督徒的全生命都不能离开福音。 我们有时候感觉福音是跟我们信主的时候才有有意义的一个事情,这个错了。 真实的福音是跟我们现在已经做一个基督徒的生活也是很重要的。 因为我们除了这个福音之外,我们都没有任何什么位置站在神面前的。 我们就需要很清楚,我们在神面前的这个位置都是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做的。 我们若是不算耶稣基督,我们若是在耶稣基督之外考虑, 没有任何什么世上的人有指望可以被神所接受。 你们在这边常常会听我提到一个真实的基督徒一句话。 我会说到很容易说我是个基督徒,不一定我是真实做一个基督徒。 我们这个问题,你可以在这个经文看出来这不是新的一个问题。 在保罗的这个第一世纪,我们看到犹太人也有类似的一个态度。 我们要记得这个犹太教原来就是神自己所设立的。 就是神自己拣选犹太人。 神自己是选择这个亚伯拉罕而允许给他一些宝贵的允许。 不只是为他一个人,是为他的后裔。 神也是在西乃山与以色列人亚伯拉罕的后裔立一个圣约, 而把他们分别出来为一个神圣的一个百姓。 可是这个结果就是很多的犹太人,他们在这个国家特别与神的关系中, 他们就开始感觉到,我自己是有保障,因为我是个犹太人, 我就会脱离而不经过神的审判。 我就自己有一个保障可以到天堂跟神在一起。 就是犹太人,他们是开始依靠这些外在, 他们与神联合的一些代表号, 而忘记神是看人心的神, 他们忘记神是按照公义来评判人罪的神, 而他是不偏待人的一个神。 结果,当作一个犹太人,不能让人可以在神的审判中就站立。 因为我们就会发现,每一个人,也包括犹太人, 我们都有得罪过神。 我们都有在神面前离开祂的圣洁的标准。 我们都是违反了祂自己圣洁的本性。 我们都是按照我们所知道的神的真理, 都已经违反了祂的诫命。 结果,没有任何什么人, 凭着一些外在的生活行为, 一些宗教的代表号, 可以感觉我在神面前可以被接受。 我们今天,在这个新约的时代, 我们不是因为犹太人有这种的态度, 可是我们看到很多的基督徒开始, 有类似很接近这种的一个态度。 他们感觉到, 就是因为我们在教会里面, 我们受到教会的一些礼仪, 我就是教会里面的人, 神可以接受我。 他们就开始考虑到, 我是受过席的一个人, 神就可以接受我。 我想这个特别的一个问题是, 我们在这种的一个环境, 就是华人传统的宗教, 佛教, 道教等等, 他们的信仰, 他们都完全感觉到, 我们在神面前被接受是一位行善。 这是我常常听到一些佛教徒说的, 很多道路到天堂去, 你走你的道路, 我走我的道路, 我们都可以了。 就是宗教都一样, 就是要行善就可以了。 结果很多这种的一个佛教徒, 我们也是本来有一些人, 进入我们的教会里面, 自我介绍说, 我原来是一个佛教徒, 要变成一个基督徒。 这个很奇妙的一个事情, 结果这个人可能不是很完全清楚了解什么事, 变成一个基督徒。 他们感觉, 哦, 受洗, 这个就是变成一个基督徒。 就是参加教会的礼仪, 这个就是做一个基督徒。 进入一个基督教的教会当中, 这个就是做一个基督徒。 我们今天的经文很清楚地吩咐我们说, 我们不可依靠这些外在的一些表号。 这些外在的记号不能证明我会被神所接受。 我们需要了解我们若要被神接受, 我们需要在另外一个地方寻找。 不是我在行善, 不是我在守旅法, 因为每一个世人都是有罪的。 神若要按照他的公义公平来审判我, 按照我的行为, 只有一个可能的结果, 就是被定罪。 在神面前被定罪, 就是说到要永远受处罚, 离开他面前, 要到地狱, 不可到天堂, 就是永远分离他, 不能跟他同在。 所以这个事情也是我们基督徒, 就是自称为基督徒的一些教会的人, 我们也需要很清楚考虑到, 我是靠着什么要被神所接受, 我是凭着什么原因感觉神会接受我。 在这个经文里面, 我们要了解什么是一个真实的犹太人, 而同时我们也可以了解, 什么是一个真实的基督徒。 这个就是人罪恶的心的一个自然的一个表现, 就是人要开始感觉到, 我是因为我有这个外在的记号, 我是安全, 我们都要安全, 我们都要知道神接受我, 我们都要知道我可以跟神同在, 我们都不要到地狱去。 可是我们是凭着什么, 才有这种的一个肯定的信仰。 就是这个经文告诉我们, 不可以依靠这些外在的记号。 我们就是在这里特别看到这些犹太人, 他们有一些自称的一些生成的一些事情, 你看那个第十七节, 这个开始说你称为犹太人, 要注意到这个称为犹太人, 这是代表这些人自称的一个事情, 这是犹太人为自己称为, 哦, 我是一个犹太人, 这是一个荣耀的事情, 在一些古老的文章, 有记载一些犹太人的祷告, 他们会祷告三个事情, 感谢神, 我不是一个外邦人, 感谢神, 我不是一个女生, 我忘记第三个是什么, 我不是一个税吏, 这是另外一个, 就是这个, 他们就会感觉到, 我当做一个犹太人, 这是特别的一个位置, 就是在神面前, 我称为犹太人, 是给我一些特权, 是给我一些应许, 是给我一些将来的盼望, 这是给我的国家, 在神面前特别的一个本分, 所以我们就是在这个第十七节, 我们才真实看出来, 保罗在第二章是指着谁说话的, 在一到十六节, 他没有直接说, 我们可以测出来, 在一到十六节, 他是提到那个判断别人的, 就是在第一章, 这些外邦人的罪, 当然这个就是犹太人, 我们在那个第十二节开始, 也提到律法, 律法是犹太人才有的一个特质, 所以我们看到在第十七节, 他就直接来提到, 他是对谁说话, 就是这些犹太人, 可是我们看到在十七到二十九节, 神会拒绝这些犹太人的生成, 他们自称为在神面前站立, 只因为他们称为犹太人, 而在这里神证明出来, 他不接受他们的这些自称, 我们会看到有两个原因, 为什么神拒绝, 第一个就是在十七到二十四节, 十七到二十四节, 他就提到, 就是有这些犹太人, 他们因为有神的话, 神的律法, 他们就感觉, 他们有一个凭据, 可以被神所接受, 可是在这里神拒绝他们的这个生成, 是因为他们不顺服神的律法, 就否认他们的这个自称, 他们虽然说我们有神的律法, 他们还是违背神的律法, 结果神说, 我不能接受你的这个自称, 在那个第二十五节开始, 我们看到第二个事情, 就是神也是拒绝, 这些犹太人的生成, 是因为这些外在宗教的记号, 除了心里有那个真实意外, 都没有意义, 这些人是靠着这些外在的一些记号, 而神拒绝他们的这个盼望, 而说他们是虚空的一个盼望, 是因为这个外在的记号不能帮助人, 我们就看到第一个, 就是十七到二十四节, 我们在这里看到, 就是你称为犹太人, 又依靠律法, 阻止着神, 且指着神花口, 即从律法中受了教训, 就晓得神的旨意, 也能分别是非, 我们在这里看到, 这些犹太人的生成有两种, 就是十七十八节, 是提到他们跟神的关系的一些生成, 他们是说到我们跟神的关系很特别, 而因为这些特权, 我们是有职望的人, 而在这个第十九到第二十节, 他提到这些外, 这些与外邦人的关系, 他们也有一些生成, 我们跟外邦人的关系如何, 也是我们的一些特权, 我们的特色, 所以我们就注意到, 这些犹太人的这些生成是怎么样的, 他第一个就说到, 又依靠律法, 我们要了解, 这些犹太人的这些, 他们的确信, 就是从三个事情而来, 第一个就是因为神与他们所立的圣约, 他们是说我们的将来是可靠的是因为神跟我们立这个圣约, 而神不能说谎, 第二个他们说是因为我们有摩西的律法, 这个摩西的律法是特别给犹太人的一个特权, 结果这些犹太人感觉到我们有这个神的律法, 我们可以更深明白神的旨意, 我们就是被神所接受, 我们看第三个就是因为他们有这个割礼, 割礼是神吩咐亚伯拉罕要行的一个记号, 就是代表神与亚伯拉罕所应许的这个事情, 结果犹太人若没有受割礼, 他就是被这个应许出外, 所以这个就变成一个记号为他们所受的一些应许, 他们感觉我是有割礼, 我是可以被神所接受的一个人, 在这里他特别强调的就是这个有律法, 是保罗特别强调的, 你注意到在那个第十八节最后的一句, 就是第十八节受一个字句说, 即从律法中受了教训, 他们就自称为有这些特权, 是因为他们受了神的律法, 可以再看到这个就是在第二十节, 在律法上有知识和真理的末范, 所以他们是感觉到我们因为有这个律法, 神是给我们这个律法, 我们是特别被分别出来的一个百姓, 而且神就会接受我们因为有这个律法, 可是我们需要了解这个是完全没有理的一个想要, 就是我们看到这些犹太人有神的律法, 可是我们已经在第十三节有看过一个事情, 就是原来在神面前不是听律法的唯义, 乃是信律法的称义, 有律法若没有顺服律法, 对你是没有益处的一个事情, 就是神的律法是给我们神的标准, 我们在今天的这个时代, 我们不只是有这个周约的律法, 我们也有新约耶稣基督的启示, 神给我们在新约的时代的这个启示是更丰富, 有时候我们也开始感觉到, 我是在教会里面的一个人, 我有神的话, 神的真理就是在给我一个启示, 我就可以更深来了解神是谁, 我比一半的世人, 我是有福的, 因为我是有这些特权, 可以知道神的旨意, 可以认识神, 可是我们需要了解, 我们在教会里面, 有受到圣经的教导, 这个不能给我们一个凭据, 我们被神所接受, 因为我们若是靠着有神的律法, 我们需要问自己, 我是不是完全受神的律法, 当然我们了解, 这个周约的律法已经改变, 耶稣将是, 我们不在周约的律法, 可是这个不是说, 一个基督徒没有任何什么标准, 我们这个新约的标准没有改变了, 就是神自己本性的圣洁, 而在新约里面, 神所提示给我们的真理, 结果, 我若是感觉我有神的歧视, 我是有福神可以接受的一个人, 这是错的一个想法, 因为我也是违反神律法的一个人, 我也是得罪过神的诫命的一个人, 我也是犯罪神过的一个人, 结果就是有这个神的歧视而已, 这个不能确定给我一个凭据, 我要到天堂去, 他在这里也是说到, 结直着神夸口, 这个直着神夸口, 就是我们可以知道有两种的夸口, 一种的夸口是好的, 一个是不好的, 我们看一个例子, 为那个夸着神夸口的一个好处, 我们看那个诗篇第三十四篇, 诗篇第三十四篇, 我们一到三节看, 我要实时称颂耶和华, 赞美他的话必藏在我口中, 我的心必因耶和华夸耀, 千辈人听见就要喜乐, 你们和我当称耶和华伟大, 一同高举他的名, 我们需要很清楚了解, 这个我们夸着, 我们夸耀是因为神的缘故, 这是代表我们了解神的伟大, 我们也是归荣耀给他, 是因为他的恩典来对待我一个罪人, 在这个经文, 这个谦卑的人, 他就是在神面前承认他的需要, 他是虚心的一个人, 也了解他有罪, 需要神的恩典, 所以他的夸耀不是因为自己的什么益处, 他的夸耀是因为神的恩典, 跟神的荣耀, 这是好的指着神来夸口, 当然, 这也应该是犹太人的一个态度, 可是事实上, 他们没有这种的一个态度, 他们有一种的偏见的夸口, 他们是说到, 哦, 神是特别属于我们的这些犹太人的一个神, 他就是, 我们可以夸口为他, 结果他们不是荣耀神, 他们就是要称赞他们自己, 他们就是要把自己聚高, 而这个就是把神拉下来, 他们就是没有一个真实的一个荣耀归给神, 这个就是他们感觉, 因为神在我们的这一边, 我们就不怕他的审判, 在那个美国的内战, 有那个林肯有一次, 他的一个谋事, 就是跟他问一个问题, 你认为神是在我们的这一边, 或者那个美国南部的那一边, 神是在哪一边, 那个林肯回答, 他说, 我所关心的不是神, 是在我们这一边或那一边, 是我们是不是在他的那一边, 他的关心是我们是不是靠着他, 而不是要偏拉他到我们的这边来, 而因为他的缘欲就夸张我自己, 这是犹太人做的一个事情, 这个例如, 就是有一个黑党的人, 就是因为他已经买了那个警察, 已经买了那个法官, 他就可以夸耀说道, 我不怕法律的审判, 为什么, 因为他已经有买了他们, 可是这些犹太人, 有类似的一个态度, 他们是荣耀自己, 是因为有神在我这一边, 而事实上, 他们是完全错了, 他也继续也说道, 在第十八节, 就晓得神的旨意, 他们是因为有这个神的法律, 他们就明显可以知道神的旨意如何, 这是神给我们他特别的奇事的一个特色, 我们有说到, 有那个天然的奇事, 就是神在他所创造的这个大宇宙, 给大家可以知道, 关于他自己的一些奇事, 可是那种的奇事, 是不够可以让人知道如何得救, 是不够可以让人可以明细知道神为他们行, 行事的生活的一个旨意, 可是在神的特别奇事, 就是圣经里面, 神是小玉, 他的百姓, 如何可以过生活, 就是也其实给我们知道, 神圣节的标准是怎么样的一个标准, 结果犹太人, 他们就是有这个能力, 可以看到在神的法律里面, 有神的旨意提示给他们, 他们就感觉, 我是有福, 我知道神的旨意, 他们也继续提到能够分辨是非, 这个分辨是非也是旅法的一个功能, 我们是因为从神的话, 有受到神的小玉跟奇事, 我们就能够清清楚楚的来分辨什么是一个好事, 什么是坏事, 什么是好事, 什么是更好事, 什么是最好的事, 我们是因为有旅法, 我们有神的这个奇事, 我们就可以得到这种的一个分辨力, 你也知道在这个教会里面, 我们是强调神的话, 我们是强调教会的弟兄姐妹要得到一种的分辨的能力, 在他们的生命当中, 但是我们也要小心, 我们要了解, 我可以分辨是非, 这不是给我一个保障, 神都会接受我, 因为我还是要顺服神给我的这个奇事, 我才可以站得立在祂面前, 你要记得, 我们在福音之前所说的, 我们还没到福音, 我们是说的, 我们若是凭着行为, 要被神所接受, 我们是要完完全全的来守祂的标准才对, 才可以被祂称为你, 所以我们看到这些犹太人有一些生成关于他们跟神的关系, 他们也有生成关于这些外邦人的关系, 在第十九节我们可以看, 又深信自己是给瞎子领路的, 是黑暗中人的光, 是纯本人的师父, 是小孩子的先生, 这个第二群的一些生成就代表跟外邦人, 犹太人看自己的一个位置如何, 就是他们看自己给外邦人的一个师父, 这是因为他们有神的话, 有神的真理, 他们结果有可能可以教导这些物质的一些外邦人, 可以更深认识神而知道他是谁, 这些事情就是领导, 光教, 教导, 带领, 这些都是强调犹太人感觉在道德上的一个高位, 比外邦人的一个高位, 可是在这个事情上, 他们说的也是反映神真的给犹太人的一个功能, 神原来是利犹太人在这个世界, 黑暗的一个世界当中, 就是要人可以了解这个创造的真神是谁, 全球世人都是偏离神而追随偶像, 结果这些犹太人是唯一为真神而做一个光教给外邦人, 可以知道神是谁的一个光, 他们所说的这个事情没有错了, 他们的错在哪里? 就是他们没有按着神给他们的这个责任来应验, 神给他们责任要当做一个邦样, 给外邦人知道如何可以认识神而跟随他, 我们看到犹太人的邦样如何, 他们都一直违背神, 一直离开神, 一直都是在外邦人面前行了一些可恶, 可证的一些事情, 连外邦人也是亚犯他们所行的一些事情, 可是他们还是自己感觉, 我们可以光教而教导这些外邦人, 以赛亚书不用反, 这是以赛亚书四十三章, 十到十二节就提到耶和华对以色列人说, 你们是我的见证, 可是我们也可以看到他们是不好的见证, 而结果他们的这个责任就变成更深来定他们罪的一个把柄, 所以我们看到这些生成, 就是犹太人的这些生成, 也是给我们看出来, 有时候我们基督徒也有的一些想法, 我们感觉, 我们就是神的百姓, 我们就是在这个世界中一个特别的地位, 而这些没有错了, 可是问题所在, 我们是依靠什么来被神所接受, 我们是不是依靠, 我们就是有神的礼法, 我们就是有神的小遇, 有神的启示, 这是一个大福分神给我们的一个特权, 可是我若一个罪人, 这些事情不能让我在神面前站立, 你看二十一节, 我们看到犹太人违犯了神的礼法, 就是让他们被神所定罪, 看那个二十一节, 你即使教导别人, 还不教导自己吗? 这个当作一个题目句, 就是下面他会提到一些例子, 他先是说, 你们自称为一个师父, 可以教导这些外邦人吗? 好, 你就是要先教导你自己才对, 他就提到三个例子, 他就提到第一个是, 你讲说, 人不可偷窃, 这是世界命中的一个, 自己还偷窃吗? 你说人不可奸宁, 自己还奸宁吗? 你丫物偶像, 自己还偷窃, 妙中之物吗? 就是我们看, 他们自称为一个师父, 不能教导他们自己, 他们说到别人应该怎么样活着, 可是他们自己没有按照这个样子来活着, 这就是定他们的罪来, 结果保罗用这个神问的方式, 来提到向这些犹太人的案, 而控告他们的事情, 因为犹太人没有活到他们责任的一个水准, 他们就是完全失败, 而受到神的定罪而审判, 可是我们需要考虑, 保罗怎么可以控告犹太人是偷窃的? 他们在哪一方面是偷窃的吗? 这个不是说到每一个犹太人都是一个贼, 可是我们也可以了解, 这是指着每一个犹太人也是一个罪人, 他也是违反了同样的这个旅法, 就是犹太人为判定外邦人的罪, 是因为他们违反了旅法, 可是他们也是, 例如在马拉基书三章第八节神, 控告犹太人, 你们是偷盗, 偷窃, 就是我神的物, 怎么说? 就是因为他们没有给神应该给的那个十分之一, 就是律法吩咐, 以色列人要给神十分之一的, 他们都没有给, 神说你是偷窃的, 耶稣也是定法利塞人的罪, 就是因为他们会在人面前大声长的一个祷告, 而同时他们会抢走瓜妇的一个房子, 他们就是这样外貌上很圣洁的样子, 可是内心还是有罪的一些人, 提到这个建议, 有一次法利塞人带一个妇人到耶稣面前, 她是在心影中被抓了, 就是要控告她, 我们也可以看到在犹太人中, 也有这个心影的一个罪恶被信过了, 提到这个投到庙中的物, 这个就是犹太人, 他们是亚务偶像, 结果他们都不愿意有任何什么偶像的物来进入他们的家, 可是在古代的时候, 犹太人有一个名声, 就是他们因为贪心, 他们也会进入那个庙里面而投走那个生物, 他们感觉这个是一个假神, 就是因为要那个宝物, 他们就会投走, 当然那个异教的一些迷信的人, 他们很怕不会远离进去那个庙投东西, 因为他们很怕那个神, 可是这些犹太人他们感觉, 哦, 那个神不算什么, 他们就因为很贪心, 他们就会投入啊, 神说你这样也是误会你自己, 就是用这些偶像之物, 也是代表出来你是这样, 亵游神的一个结果, 所以那个结果就是因为他们没有自己顺服他们所发的这个法律, 那个结果就是神自己是在人面前被亵渡了, 所以在那个二十三节, 你指着律法夸口, 自己倒犯律法, 占入神吗? 神的名在外邦人中因你们受了亵渡, 正如经上所记得, 在一方面犹太人他们会夸掌, 会夸口, 因为他们有这个法律, 把他们分别出来, 可是他们同时是接着他们犯律法的一些行为, 也会使这些外邦人的看到他们的生命, 也会亚渡神的一个结果, 把罗提到这个以赛亚书五十二章第五节, 就是引用这个经文来支持他向犹太人的这个控告, 就是用他们自己法律的一句话证明他们的不是, 所以这些犹太人完全不要以为神可以接受他们, 在他们的罪中。 事实上, 我们今天的一些基督徒, 有时候我们有类似的一个态度, 我们感觉因为我们在神白信中的一个位置, 我也是安全, 我们就感觉到是因为我有神的话, 了解神的旨意, 神也必要接受我, 而我们都没有考虑到, 有任何什么人的罪都在神面前, 都一样一致的, 有时候我们感觉, 我因为是个基督徒, 我的罪不重要, 这个是错的。 我们需要了解, 就是我们的罪的原因是, 耶稣被定时之家的结果。 很可惜, 有时候我们看到一些自称为基督徒的生命, 他们不是荣耀神的一个生命, 他们却是让神的名被亵渎的一个生命。 最近, 最近几年以来, 特别在美国有一些很有名的, 一些基督教的牧师, 他们是跌倒在大的罪中而被抓了。 结果就是很多很多人都是取笑基督徒, 说, 你说你是个基督徒, 我们应该是过一个圣洁的生活, 你看到你们自己的一些大领导, 像同行恋, 奸银, 等等, 偷窃, 一些教会的钱, 等等一些, 这种一些大事情, 我们都有听过了。 真可惜啊, 在神的白信中, 不应该有这种的一些话, 有可以说的, 也因为神的白信的缘故, 不是应该, 不应该有这个神的名有, 就被亵渎的一个结果。 而最后, 我们要考虑到另外一个事, 我们在这边有一些人, 是教会里面的一些教导圣经的老师, 可能是主义学的老师, 包括我牧师, 或者其他的一些教导圣经的一个位置, 这个也是告诉我们一个重要, 需要考虑到的一个事情, 我是否先教导我自己, 我才教导别人, 我就是要教导神的白信, 神的话语, 我是否自己已经有顺服, 我所教导别人要顺服的一些事。 生成很容易, 国出不容易。 我们下礼拜要继续这个, 说到第二个部分, 我们看到就是从第二十五节开始提到这个歌里的事情。 我们就是要了解, 人唯一的方法可以被神所接受, 是因为耶稣在十字架上已经付清我罪的处罚。 只有我相信神的恩典在耶稣基督里面, 而接受主耶稣为我的救主, 我才可以在神面前称为义, 得赦免罪, 而被神所喜悦而接受。 我也要很清楚地说, 没有任何什么完美的基督徒, 连一个真实的基督徒, 有时候我们也会得罪神而跌倒。 可是一个基督徒得罪神的时候, 我们都有在这个福音里面, 神为我们所准备的一个益处。 这是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说了, 我们若认自己的罪, 神是信实的, 是公义的, 必要赦免我们的罪, 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 我若是相信主耶稣, 他愿意赦免我一切所有的罪恶。 我以前犯过的罪, 我将来还没犯的罪, 耶稣也知道了, 而已经在他的保鞋下, 已经有洗净了。 所以, 最根本的问题不是, 我有没有罪, 我们都有罪。 重要的事情是, 我靠着什么, 要被神所冤案。 我若靠着行为, 我要被定罪。 我靠着这个外在的记号, 宗教的记号, 这个也不够。 我们下礼拜就会讲完这个题目, 我们就现在低头祷告。 我们亲爱的天父, 我们承认, 我们是有罪的人。 我们每一个人有犯过你的律法。 我们没有一个人达到你圣洁的标准。 我们若靠着我们的行为, 我们在你面前就定为有罪一个结果。 所以, 我求你, 把耶稣基督的荣耀掌显在我们的当中, 让我们可以看得, 你的恩典在耶稣基督里面, 都是荣耀神的一个大事。 帮助我们不要夸耀我们自己和我们所行的。 只要夸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事。 而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可以得永生, 可以得赦免罪, 可以被你冤纳, 当作你的儿女, 进入你的家中。 所以, 我求你, 帮助今天早上, 教会弟兄姐妹的每一位人的心, 可以清楚地了解, 他们是否依靠耶稣基督为救恩, 而不是依靠他们自己的行为。 我们这样求你, 是奉靠着耶稣的名求。 我们等一下有主餐, 可以预备你的心。